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总是要长大 要靠自己来走完未来的人生路 或许你现在还没有独自前行的能力 但是你必须明白的是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挑战和神奇 你可以参与其中 并且从那里开始享用关于你未来人生的重重盛宴 但是在你面前刀叉摆放的位置 和命运带给你的一道道菜肴 都需要你自己来选择和品尝 当然我十分渴望你在不久之后就能够出类拔萃 完全超越我 我将你留在我身边的目的 就是想让你不必经历太多艰难险阻 就可以达到事业的高峰 这一点你不必向外人炫耀 也不用心存感激 觉得幸运无比 美利坚和中国创建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每个人在法律和权力面前的平等地位 与经济和文化优势无关 现在想想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是一座高山 在很多的时候 父母的位置对孩子的人生起点有着决定性作用 假如你的父辈生活优越 事业成功 那么你一定不会贫穷了到 一事无成 假如你的父辈生活贫穷 事业一事无成 那么你的事业注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每个起点有差别的人注定人生结果也是有差异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贫穷和富裕都不会有遗传性 只有奋斗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我相信我们的命运并不是完全由出身来决定的 很多时候 行动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这就像我小的时候 家境很不好 连上学时的书稳钱都是邻居给付的 而且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周星五美元的部纪员 这些都是你知道的 但是经过我的努力奋斗 照样创建了一个人人羡慕的石油帝国 在别人看来觉得这是个神话 但这些其实正是我努力奋斗的回报 是命运对我的付出的一种欣赏和奖励 约翰 机会在每个人的面前不会是平等的 但是结果却可能是平等的 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政界和商界 尤其是商界 有很多成功人士 在未成功之前都很贫穷且没有机会 但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都取得了成功 相反 有很多家庭很富裕的人 却活得非常失败 根据马萨诸塞州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 在调查的17个富裕人家的子弟中 居然没有一个在去世时还是个有钱人 早在很久之前 社会上就广泛流传着 一个有钱人的孩子无能的故事 据说在费城的一个小酒吧里 当一位客人说 有位富翁是通过奋斗才成功的时候 旁边的一位较为精明的先生讽刺道 是啊 他继承了2000万遗产 结果到后来却变成了100万 这个故事多么具有讽刺性啊 在今天的社会中 有钱人的孩子不进则退 他们中有很多人会受到讽刺和怜悯 甚至有些可能会受到诅咒 也就是说 家族的成功和强盛 并不能成为子孙功成名就的依靠 在富有家庭子孙发展的早期 的确会由于家族的成功和强盛 给他带来莫大的便利条件 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获得成功 对于有钱人的子孙所面临的这个窘境 我也曾认真做过思考 我认为 在有钱人的子孙中 大多数都过分倚重家族的声望和强盛 却没有用心学习和练就 生存与成功所必备的技能 反倒是那些出身卑微 家境贫寒之人 由于有着急切成功和摆脱现状的心情 反而更加努力 会主动练就生存技能和寻找成功的机会 并且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此外 我还认为 有钱人的子孙少了那份拯救自己的强烈欲望 大多会躺在家族的功劳簿上 而没有太大的成就 因此 在你和你的姐姐们年幼的时候 我就不会刻意告诉你们 我是个有钱人 而是帮助你们树立 节俭 个人奋斗的价值观 因为在我看来 钱也会给人带来很多伤害 可以使人堕落 颓废 傲慢 目中无人等等 这些都会使你们 失去很多快乐的时光 我可不想让钱 把我的孩子变成 靠着复印 挥金如土的 顽固子弟 人的真正快乐 来源于他的创造 而那些只懂得所求 不懂得给予的人 是无法体会到快乐的真谛的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都对高贵快乐的生活 十分向往 但是 真正知道 高贵快乐的生活 来自哪里的人 却少之又少 以我看 高贵快乐的生活 并非来源于高贵的血统 和高贵的生活方式 而是来源于 自立 这种高贵的品格 这个世界上 但凡有着自立品格的人 多是受到人们尊敬 和有着无限魅力的 高贵之人 约翰 我会关注你的任何一个举动 但我对你更有无限的信心 因为我相信 你具备比任何财富 都更有价值的优秀品格 这些都会帮助你 获得大好的前程 过上充实而成功的生活 但是 你也要铭记在心 起点 对结果有影响 但一定不起决定性作用 能力 性格 经验 运气 抱负 态度和野心等 都会对你的人生和事业 可能企及的高度 产生重大影响 约翰 你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但要做好 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我深深地相信 你肯定能成为人生的赢家 但是 你也要记得 每个人都对胜利有渴望 只有下定决心 和不断为之付出努力的人 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亲爱的儿子 寻找到自己的路 上帝就会帮你 爱你的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